好 家长 傅子 亲切要带你来看 南投的一所高中篮球队 他们是采取真实的方式来录取队员 但是却发生了学生家长上门的事件 起一呢 是一名落榜的考生家长 质疑榜单上面为什么只列正取生 而没有列被取生 是不是有黑箱作业呢 是直接来到了学校要问个交代 结果现场跟校方发生拉扯 家长上门踢惯和校方人员 差点发生肢体冲突 哎呀 我要放到什么不高音 家长来学校只是要问清楚 考试有没有内定还是黑箱作业 想要调阅考卷的复查成绩 遭到校方人员的拒绝 我的家长学会为什么不欢迎 代表你们学校有鬼 如果你没有鬼 你为什么要怕 你把单向成绩拿出来给我们复查 这名家长的儿子报考难投 这所高中的篮球校队真是 成绩放榜了 校方录取七名正取生 并没有列被取的选项 让没有考上的考生家长质疑 当中有问题 才想复查考卷 拿出成绩单也质疑 儿子的分数不可能会这么低 我们来复查成绩 你学校里当 把你当初原始的资料提供给我看 你没有在第一时间提供给我看 代表你并没有这样做 那你并没有这样做 你就是黑枪作业 因为你把这个资料藏起来了 家长爱子心切 不甘心就此落榜 最后校方愿意好好的谈 表示考试很公平 欢迎家长透过法定申请 一切得按照教育部程序 才能够查验考卷 中文新闻周大祥 南投报道